武侠剧中十大剑神级高手 谁的剑法最强呢 第七名 西门吹雪 西门吹雪是陆小凤传奇中的剑道宗师 江湖人称剑神 他唯一的对手就是叶孤城 自从与叶孤城紫禁之巅一战后 西门吹雪已经成为江湖中第一剑客了 他的剑是无情的 没人可以看到他的剑法 因为看到的人都已经死去了 所以西门吹雪排在第七位 第六名 谢小凤 谢小凤是三少爷的剑中的男主角 他是一位武学奇才 剑术上的造诣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年轻时候江湖人称神剑三少爷 剑法浑然天成 无际可寻 晚年之时与昔日天下第一大侠燕南天一起 并称为天下第一神剑 他与燕十三是英雄相亲 燕十三最后更是江家传绝技夺命十三剑 传给了谢小凤 之后谢小凤领悟出了夺命十三剑的新的变化 剑术大成便退隐江湖了 直到魔教入侵中原 谢小凤重出江湖 以神剑大败魔刀 成为了天下第一神剑 所以谢小凤排在第六位 第五名 张三丰 张三丰是一天屠龙记中第一高手 他是武当派的创始人 也是武林中的一代传奇人物 众所周知 他创立的武当派是可以与少林齐名的 原因就是因为武当的太极神功 其中太极剑法更是武当派中的一大绝学 太极剑法极为深奥 能够真正练成者寥寥数人 昔日张三丰 在武当大殿临阵传授张无忌太极剑法 其剑亦已然达到了无招圣有招的境界 让张无忌以一柄木剑 可以打败首持一天剑的蒙古高手 足以证明张三丰的剑术之精 当时无人能敌 所以张三丰排在第五位 无忌 这次怎么样 无忌太师父 我已经把所有的剑招 帮他一干二净了 武器去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